請收看尾心世界 尾心論壇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在還沒跟我們的師父混言禪師學疫經以前 我就開始煉佛 我從二十初歲就開始煉佛 但是那時候煉佛就是說 那時候跟我們講 人家跟我們說 念佛不錯 我就念佛不錯 這樣繼續下去 我生了一個長女 我又生了一個二女兒 在兩個懷孕的過程當中 我的太太身體都不是非常好 怎樣 我們家有三個兄弟 我是老三 我大哥大我十八歲 二哥大我兩歲 我是我家最小的 我一直想說 如果我能夠生個兒子 那該多好 但是這些話我都不敢跟我太太講 因為我的太太懷孕的時候都非常的不順利 身體也很差 不是住看醫生嗎 就是住急診室 怎樣 過了很久以後 有一天 有人告訴我說 你有在念佛 你也可以念佛來祈求一位佛子 我都聽了這句話 我都聽了這句話以後 我心裡就開始動了 我就跟我太太講說 已經老大老二 跟現在已經離了很久了 是不是可以再想不想再生一個 再生一個就對了 我的太太 那時候可能 就像我們已經講的 我只不過是空蒙的 一個人好 她忘記了前面那兩個 身體不舒服 就直接說好 我們就開始念 觀世音菩薩普門品 普門品裡面有一段話 寫得非常非常非常的清楚 她說你欲求一男 變身佛得智慧之男 你欲求一女 變身端正有相之女 所以我們就開始送了普門品 到我們就到 從還沒有懷孕到懷孕 總共念了2355卷的普門品 怎樣 要在生的過程當中 檢查了好幾次 醫生都跟我們講 這又是女生 我太太只要一聽到女生 她就掉淚了 因為前面兩個的辛勞 這一位還是女生 還是這麼辛勞 這一位比前面那兩位 更加的不舒服 我告訴她說 你放心 菩薩告訴我們 你欲求一男 變身佛得智慧之男 怎樣 那就好了 有一天我有個朋友告訴我說 要生孩子 要去看一個日子 比較好 可以生一個更健康 更可愛 比較有人的孩子 我想說 去年假續年的六月要生 既然看了砍為水 我那時候就很好 一看到嘛 不知道嘛 還沒寫意嘛 就知道好 就好了啦 怎樣 我回去的時候就告訴我太太說 那個生孩子幫我們看這個日子是砍為水 不是砍為水 是這天日子這樣好嗎 我太太說 好啦 拿回去的 要經過兩天後才能夠生 我拿回去的那一天 我太太告訴我 我肚子已經不舒服了 我們現在是不是去看醫生 我跟我太太講說 我們去看醫生沒關係 但是你一定不能生怕你 因為先生說 骨兩天後才是好日子 怎樣 就去了醫院 就生了 又生了以後 我就心裡在想說 啊 我們實在是一個真無福的人 為什麼他那個生死 跟我們說的日子 我們沒辦法用就對了 我是一個真無福的人 我就常常這樣想就對了 有一天 我的第二檔子跟我說 那齁 有一個地方 有一個地方 有一個人要割易經 你要學嗎 我說 真菜啦 他說我們圓圓 來學易經好 我就問路酒 和我的第二檔子 開車 開車身體去學 去大凡事學 就跟我們師父 粉顏禪師學這個疫情 就對了 差不多兩年後 我發現說 我是一個真無福的人 因為我的孩子 這又不是砍尾水 你知道嗎 如果砍尾水 連月都是關過的 而且子孫要此事 兄弟要此事 你看 我的後半四人要怎樣 所以說 念佛的殊勝 能夠讓我們心安跟平安 我那個小孩子生出來的時候 很大 2500而已 師父在七歲的時候 就告訴我 這個孩子要讓我躲到百倍 我的身高才一百六十幾而已 我的太太更高 一百五而已 現在這個小孩子 已經一百八了 他就告訴我們什麼 告訴我們煉佛的心靜 如何能夠讓我們清靜 煉佛非常重要 能夠達到心安 我們下一位 就是我們園藝法師 我要用一點點時間介紹他 他是我的同學 他是我同學 為什麼 他是我們三屆的學員 也是我們同班同學 能有時候 人的一生 能夠結交一位好的朋友 好的同學 能夠共同走向這一條路 也會能夠走上將近二十年 我跟他甚至快要二十年了 這是多麼不簡單 他今天要來告訴我們 幸福 要從哪邊才能拿得到 我們現在用 因為第一位是 前面都是師兄 都是法師 我們現在是師傑 我們現在是法師 樂列一下好不好 各位 助詞法師 各位法師 各位同修 阿彌陀佛 我今天準備的這個稿子 說實在話 沒有做很深入的去研究 所以說 它又像論文 它又像不像論文 所以我就說 就我現在的感覺 我就隨著我的感覺去走好了 那我現在這篇論文的這個題目 本身是臨時 昨天才訂出來的 是論由一經風水 及自我內修 達到至心清淨 那換言之的話呢 我大概比較喜歡 談的是那個 往內修的這個問題 好 那我們就先開始 我們就談到 我還叫學生說 你一定要幫我找出 那張漂亮的圖片 所以我們講到這個 人啊 活在世界上 每個人都希望過著 幸福快樂的日子 沒有人不希望 但是喔 往往怎麼努力 都達不到 原因為什麼 就是來自內心的不親近 那我們再想想看說 那內心清淨到底要靠什麼因素 能夠造成 其實呢 釋迦摩尼佛啊 在2500年 也就是3000年前 他就講得很清楚 他說 人之痛苦 是來自於欲望跟執著 當你有欲望 你達不成的時候 你就非常的苦 那尤其是說 你執著在某個地方的時候呢 你就更苦 所以說喔 因為欲望跟執著 就造成你的內心不親近 所以你就會苦 所以那我們希望脫離苦海 那當然就需要有大智慧 那唯心聖教的話呢 應該就是說 啟發我們這種大智慧 使我的內心跟外在 都能夠達到平靜 好 那我們接著呢 就看一下 就說 以我個人來講的話 我認為啊 這個清淨 可以分成喔 內心的清淨 跟外在的清淨 可以分成這兩個 好 那我們就先從這個 外在的這個清淨來講 那我們說 外面環境的這個清淨的話呢 其實是因為我們的六根 就是眼耳鼻舌聲 接觸到的六層 六層就是色聲香味醋 產生了六識 六識就是眼識耳識 鼻識 蛇識 聲識 意識 那我們說 因為六根接觸六層 產生了這個六識以後 好了 就造成我們煩惱 來源就在這裡 我們簡單舉個例子來講 我們的眼睛 喜歡看好的 喜歡看美的 喜歡呢 這個自己認為看著順眼的 那這個時候 當你所看到的一切的物質 我們就稱為是色 那我們眼睛看到的這個色 就存到了我們的四田裡面 就叫做眼視 那我的耳朵呢 就喜歡聽好聽的音樂 喜歡聽好聽的言語 喜歡聽這個大自然美妙的聲音 那這些聲音也是一樣 就傳到了我的耳朵 就會變成我的耳式 那我們的這個鼻子呢 就喜歡聞 哦 檀香味 哎呀 桂花味 哎呀 茶香 我們喜歡聞香的味道 走過路邊的話呢 臭死了 我們不喜歡聞 那於是呢 這些東西又進入了我們的四田 又變成了所謂的耳式 那至於所謂的蛇式呢 就是說 我們的嘴巴 我們的舌頭 喜歡嘗好吃的東西 喜歡吃美味的食物 好 那這些好吃的東西呢 又進入到我們的四田 那就變成所謂的這個蛇式 那至於生的話呢 是我們所接觸到的東西 我們都喜歡接觸的是 軟的滑的 不喜歡接觸這個粗糙的 硬的 也不喜歡接觸呢 溫度太高的很燙 或者是太低的很冰 那像這些東西也一樣 就進入到我們的四田 也就變成所謂的生式 那至於說我們剛才的 眼耳鼻舌生 到最後的意思是什麼意思呢 是你想的 你所想的 包括你剛才的色身相味處 這些東西 通通進到你的意識中 就變成所謂的法成 就是我們常講說 那個法成是什麼 其實就是什麼 色身相味處 那個點點滴滴 那些意識 全部進入到你的四田中 就變成所謂的法成 那這些法成的話呢 存到你的意識中 於是呢 你就會開始有感覺了 比方說 我經過這個地方 我知道那邊的水很臭 那我不要從那邊走 那個就叫做什麼 意 或者是說 我看到了咖啡色的東西 我就覺得是咖啡 我覺得很香 那個也是意 但是我們這些意 常常是錯誤的 我舉個例子來講 我前一陣子看到有一杯豆漿 然後又看到一杯咖啡色的東西 那我想說好 沒關係 咖啡色這一定是豆漿 豆漿不一定要配牛奶 豆漿配咖啡也可以 於是我就把它倒進去 攪一攪 結果一喝 糟糕不對 又酸又苦 才想起來說 那一杯是什麼 是我的中藥 而且是頭痛的 偏頭痛的藥 又酸又苦 可是已經加進了我那個豆漿裡面 攪一攪 攪一攪以後呢 我說好 這時候我要無言耳鼻舌生意 無色聲香味觸法 喝下去 可是我喝到後面的時候 因為我很大一杯 我說這麼難喝的豆漿 還是覺得很難受 於是呢我還是把它放在旁邊 最後還是把它倒掉了半杯 那這個就是怎麼樣 你進入了你的意根 所以從此以後呢 我只要看到咖啡色的水 我都要先聞一下 經由鼻來見證說 它確實是咖啡或確實是中藥 不然我不敢把它倒進去 那這個呢 就是我們所謂的六根接觸六層 產生的六式 那我們的六式的話呢 再往下壓一層 就進入莫納式 那進入莫納式 我們就開始執著了 好 我們開始執著說 我猜這個一定怎麼樣 為什麼 你的意識中已經告訴你了 你的眼睛看過 你的耳朵聽過 你的鼻子聞過 你的舌頭嘗過 就是開始進入你的莫納 所以莫納就代表一種執著 那執著我們剛剛講 就是痛苦的來源 如果那個執著 再往下升一層 好 那就進入了我們所謂的 阿賴耶式 當你進入阿賴耶式以後 這就變成是輪迴的種子 當你輪迴 絕對不親近 所以我們就講到說 人之所以不親近 其實就是來自於六根六成 產生的六式 所以因此在佛教的話呢 都喜歡講說 這六根就叫做六賊 就是六個賊 那我們不要被這個六根綁住 但是呢 我們今天要來講 如果說這個六根就是不好的 它會造成我們不親近的根源 我們就不要這個六根好不好呀 比方這樣講 我說我如果今天啊 我要拿總統的位置 來跟你換你的一雙眼 你願意嗎 你說喔 這個我不要 或者我跟你說 我拿珍貴的珠寶 來換你的一雙手 你願意嗎 你說喔 這個我也不要 所以可見呢 眼耳鼻舌生意啊 雖然是被稱為是六賊是不好的 但是呢 它還是很珍貴 因為這個六根啊 也就是上天送給我們最珍貴 最最珍貴的禮物 好 那接著呢 我們就來看看 那我們說 因為這個六根啊 接觸六成啊 所以我們就說 會造成我們心裡面呢 有所感受 那我們說 外在環境的親近 我們就給它叫做色 那內在環境的親近 就叫做空 所以我們常常在佛經裡面講說 色空不二 意思是說 你沒有外在的親近 你想要內心親近 不容易 那如果內心親近了 你外在的環境不親近 那還是沒有辦法達到一個完美的地步 好 我們舉個例子來講 比方說 好 我今天呢 置身在一個非常漂亮的這個風景的地方 那我耳朵裡面呢 聽的是蟲鳴 鳥叫 還有殘殘的流水聲 那我呼吸到的話呢 是森林裡面的這個分多金 那我這個時候的心情啊一定舒暢 假使這個時候我坐在窗邊 又有一壺好茶 我喝著這個茶 然後呢 去體會這個大自然的這個美景 此時的我呢 應該是無欲無求 一定是感覺非常非常的自然 非常非常的親近 這就是外在環境給我們的感覺 那我再舉一個例子 比方說 我在新竹呢 是住在一個三十坪的公寓裡面 那這個房子呢 是師父在民國七十三年幫我找的 我非常非常喜歡這個房子 它是一個公寓 那也是舊了 可是呢 我的家裡面啊 家具不多 幾個簡單的這個家具 另外呢 在陽台上啊 就種了一些蘭花 還有一棵桂花樹 那棵桂花樹那時候長得很大 那我記得我的小孩啊 在讀大學的時候 他們總是喜歡回來 他只要一進門的時候 尤其九月十月啊 那時候大學開學了 然後一進回家的時候 他就聞到那個桂花的香味 他就說 嗯 好香喔 好喜歡回家 好喜歡好喜歡回家 所以我那個大兒子呢 以前他書念得很好 那我們家裡面呢 一直認為說 這個孩子將來一定是出國 那我就跟他講說 你真的喜歡出國嗎 如果你有本事的話 你就在台灣 你就考台大 結果他也就是 覺得說他喜歡那個家的感覺 當然他也就是 考上那個台大奠基的博士 所以說 那個家給他的感覺 他是覺得溫馨的 他是覺得歡喜的 那些蘭花就很美 然後桂花的香 讓他感覺上是 這就是家的感覺 那我通常也會燒幾個菜 然後大家呢 坐在一起 一面聊天 一面吃飯 那時候感覺是滿足的 而滿足的心 也代表一種親近 那反過來講 我再舉一個例子 就是我一個學生呢 就是在今年呢 有一個機緣呢 去看了他的這個工廠 然後呢 到了他的這個家裡面的時候呢 我就看了 我就覺得有點怪 雖然我常覺得 我是三角貓功夫 我覺得有點怪 然後我就問他說 你這個到底是誰來幫你看的啊 他就跟我說 有一位先生啊 就跟他講 應該怎麼樣放怎麼樣放 那如果說 你現在看到螢幕上 這張圖來講的話呢 他做了一個很奇怪的舉動 他把他們的機器 本來在龍邊 全部就掉到了湖邊 然後呢 那個機器呢 在最前面 之後呢 有個中門進來 是他的大辦公室 大辦公室的話呢 在他這個湖邊的話 是一個會客室 右邊的話算是辦公室 那辦公室他居然把那個 我這個同學 我這個學生的位置啊 就放在這個正宗宮 然後他又給他做了一個 那個會旋轉的椅子 然後我就看一看 我就眉頭一皺 我也沒有講話 然後我再繼續往後面看 那後面那間的話呢 他沒有畫出來 其實是一個茶水間和廚房 然後呢 後面有一個後門 那對出去一個後院 佈置得蠻漂亮 可是他居然在那個後院呢 就放了一個紅色的那個大洋傘 那個傘的間呢 就是剛好刺到這個房子的正中間 那我也不講話 然後接著呢 在那個大洋傘的後面 又放了一個大水缸 那我就不管 我就上樓了 因為也許是何許高人呢 給他這樣排的 特殊的什麼禮器 給他排出來的 我不敢講話 然後我就上到二樓了 上到二樓以後呢 我就沒有把它畫出來 因為二樓的話呢 我就發現一件事 第一個 他小孩子的房間呢 兩間房間 完全沒有設計窗戶 就是進去以後呢 就是房間 然後他的夫妻的這個房間裡面 東西是多的不得了 那於是呢 最後我就看完了以後呢 我下來跟他們喝茶聊天 我就下了幾個結論 我說第一 根據我的經驗 我去看一般的這個洋宅啊 我都有一個建議 不要再買東西了 我們永遠是什麼 想要的東西很多 可是需要的不多 結果那些東西的話 就堆在你的家裡面 於是你家裡面空氣就不流通 我說盡可能的 把家裡面的東西把它清掉 如果家裡面東西一掃 東西一掃 空間就顯得大 於是人就舒服 那於是呢 我就跟他講 我說你把你家裡面一些 不必要的東西 都把它打包 然後給他寄到那個南部 有一個天主教 專門在教養院 他會收 然後他就把你拍賣掉 然後第二個的話呢 我說請你把樓下的機器 把它換到那個龍邊來 他說老師我才剛剛移過去的 我說那喔 那你剛剛移過去的話 你到現在為止 你的感覺是什麼 他說我已經兩年沒有訂單 我說喔 那看樣子好像還是要往龍邊放 然後第二個 我就跟他講說 你那個座位 坐在那個地方 就是我們平常所講的中宮 我說你中宮又做個旋轉椅 跟個陀螺一樣 我說你會不會覺得 你天天忙得要死 可是好像覺得最後 什麼事都沒有做 他說對 他說我天天忙得不得了 像打陀螺一樣 到最後好像原地打轉 都沒有動 我說好 我建議你把它擺在哪一個方位 那這個圖是沒有畫出來的 那第三個呢 我就說 你後面那個陽傘 可以把它收掉 那他也沒有收 還有那個水 為什麼放在那邊 他就說 這樣的話呢 有助於這個財 那當時呢 我是用禮器 我給它禮過以後呢 我就發現說 那個水放在那裡 實際上是錯誤的 可是我不敢講 我不敢講太多 那我最後呢 就離開了 那離開了以後呢 就幫他擇日 哪一天要換機器 現在還沒有到 時間還沒有到 然後就跟他講說 你把你的辦公室的位置 先做調整 然後樓上的話 小孩的房間 如果沒有辦法開窗 你至少要打燈打亮 不然兩個孩子 一直不願意回家 他回家就覺得很悶 然後呢 把東西給他賣掉 欸 他光是這樣講完以後 他的心啊 就漸漸的安靜下來 那接著我就叫他說 拜燦 我叫他拜燦 拜師父的那個五十燦 每一燦就一拜 每一燦一拜 欸 沒有多久 他的訂單就進來了 可是呢 夫妻之間還是經常吵架 那結果有一天 我的學生到他家的時候 就跟他講 他說 欸 你家後面那個陽傘 為什麼不把它收掉 師父 那個師父也有講過說 那個陽傘 有個尖尖是火星 也代表朱雀 會造成你們家一直吵 老師也來講過說好像要收掉 他說你還是把它收掉好了 他就說好吧好吧好吧 他就把那個陽傘一收 也很奇怪喔 就是收完了以後呢 他漸漸他的心就更平靜了 不太容易吵架了 所以這個也是剛才我們法師講的說 有形必有靈 有靈 有靈必有硬 因為那個尖尖的傘 代表的是火星 也代表的是朱雀 那看到以後心就煩 所以說你把它處理掉以後呢 自然就比較好 然後那個水缸的話呢 我們就利用了一個時間 折日 折日 折那個通書裡面的放水日 就把它挪到另外一邊 那希望他對中共是相生 那我們只知道說 這樣一來的話呢 他的家是逐漸在改善 如果說他的家改善了以後 我相信他們的心啊 也自然就能夠平靜下來 那小孩子呢 也就不至於一直想要往外面跑 好 那我另外再舉一個例子 那這個例子的話呢 就是我前一陣子 在禪吉山值班的時候 有一位藥劑師啊 他跟我結緣 然後後來他回去以後呢 他就給我打電話給我 其實他是在一個 瑤瓷金母的店裡面 做那個幫忙做這個 開文的 然後這兩個年輕人 他就說自己是藥劑師 結果呢身上起那個疹子 一直都不會好 然後他說 也吃了藥 也擦了藥 都不會好 他就要我說 要我幫他查一查是什麼原因 那我就說好 我說我試試看 那結果我就譜了這一掛 結果這個掛呢 一出來以後 哇 四窯關軌 就代表是有病了 四窯只要關軌就有病了 修求 而且是陰窯 陰窯的話就代表說 跟陰的已經有關係了 然後你把六獸按進去以後呢 他呢 偏偏又是帶橙蛇 那我就跟他說 有陰邪 要不然就是有一負零 然後再來的話呢 我說很慶幸的 你的子孫窯動了 是來課你的關軌的 但是呢 這邊的子孫窯動啊 並不美 並不好 為什麼呢 因為子孫窯雖然他是妄向 可是呢 他被日程合住了 而且是合客 日程跟他合住 所以他的免疫力 這個子孫代表他的免疫力 沒有辦法去對抗這個病 而且子孫窯動了 就代表子孫說 我願意去對抗這個疹子 可是呢 我行有餘力 我就是沒有辦法去對抗 然後子孫窯又化出了害水 化出了害水 這個害水呢 是柴窯 那柴窯就代表是什麼 關軌的那個原神 所以代表他的病 若你沒有好好的去處理的話 會越來越嚴重 所以我就建議他說 我說眼下的話呢 我先建議你第一步 你先洗那個我們師父 傳的這個七寶 你用這個七寶啊 下去洗 然後第二個的話呢 曬太陽 你要有四量的運動 接受這個陽光 然後把你身上的這個陰氣 給它除掉 那第三就是 剛好那個時候 大凡事正要開始法會 那我就勸他說 你去點一個1-0的牌子 然後呢普渡三桌 因為這個病 我說是挺麻煩的 結果呢 他在大凡事法會之後 我打電話問他說 欸 狀況怎麼樣 他說好了 真的就是這個疹子就好了 所以通常皮膚病 都代表的是一種那個陰邪 也是一種陰的 所以我們都要很小心 好 那我們現在呢 剛才講的是外在環境的親近 那我們現在就要看這個 內心的親近了 好 那提到這個內心的親近的話呢 我們就簡單的就這樣講 好 我們說 老子曾經講過 五色是令人目盲 五陰令人耳聾 五味令人口爽 慈程甜烈令人心發狂 那五欲之後呢 常常是大苦獻前 無限的使用六根呢 會使我們的六根啊 越來越遲鈍 心越來越麻木 所以呢 我們說五欲之法 都是妄念 都是妄想 必須呢 要心開始修持 才能夠去除妄想 得到快樂 當地世界領悟病